好 差不多了 好 麻煩你 請各位議員就坐 調查委員會報告新聞報告 現在開始 首先請調查委員會組織 任何分議員 我可以前三四天 各位新聞界的朋友 很感謝你們出席 我們有關於就住 調查證盟是議員的委員會 的報告 的記者專載會 首先 我在今天的立法會的發言裏 基本上已經是把我們調查委員會 那個工作和思考的過程 取證的基礎 是大家會報告的 有一些部分 我想先作為背景資料 給大家參考一下 第一就是 就是我們 大法會 這次是第二次 成立調查委員會 去調查議員的行為不檢的問題 剛好就是兩次的委員會 我自己本人都有參與 第一次就是調查金奶威議員 這次是鄭松泰議員的 這次是鄭松泰議員的 如果相比兩個委員會 的工作和性質 我們的委員會 這次是用了18個小時 上次的委員會 是開會的總時間 是96個小時 這次我們是閉門會議開了8次 上一次是開了57次 在出席言訊的人數 這次是有7位的證人 5位是議員 2位是立法會的管事 而5位議員裏面 亦都是包括有份參與 是聯署檢查共議的議員 和我們的報告裏面 上一次就是出席言訊的 證人的總數是10個 在相關的法律程序 這一次和上一次 亦都有少許的分別 因為我們這次 在調查的過程中 就出現了一個法庭的審訊 所以我們在行事守則 亦都是特別加了 除了從那個程序之外 在時間上 都是給了充裕的時間 是等法庭的券票 是出來了 我們才作最後報告的讚寫 和那個結論 兩個委員會都沒有尋求到 立法會的權力和特權條例 就著兩個委員會的指責分別 上一次就著金禮威議員的指稱 就是他作為立法會議員公開發表的言論 是前後不一 還有是有機會被指責 是對女下屬處理不高的 這次我們主要行論的標準 不是一個議員個人的行為 而是在立法會議士廳舉行會議的期間 作為立法會議員的行為準則 這個行為準則 除了我們引用我們自己 立法會議員本身要遵守的議事規則之外 亦都是特別以基本法第79條第7項所說的行為準則的要求 以及忠於我們作為立法會議員的誓言 這兩個準則去作我們的判斷人 調查委員會非常清楚 我們不是法庭 我們亦都不是在審一個刑事的案件 刑事的案件在法庭已經判出來了 而刑事案件是要以百分百毫無疑點 而法庭亦都是作了同樣的判斷 是判斷鄭議員的行為 是混反了國際條例和區域條例 我們的委員會要作出的是監規 監規就是說在立法會 除了議事規則之外 究竟在基本法第79條第7款 所指出的行為不檢 以及違反勢業的標準 這次應該是有史以來第一次 是就住有關的行為 特別立法會議員在議事廳內進行的行為 是否符合基本法所說的違反勢業和行為不檢 是第一次 亦都是第一次委員會調查的工作 最後是認為應該對鄭松泰議員在立法會議事廳會議的期間 在公眾高度關注立法會議員宣誓的有效性和莊揚性的情況下 他是再三經過勸告下 都是倒查我們的國旗和區旗 有關的行為是不能夠符合公眾和基本法 對立法會議員的要求 同時我們亦都是要向公眾負責 所以我們認為我們委員會的結論 是對社會大盡 認為我們自己立法會 對自己立法會議員的要求是一個很重要的準則 亦都至今鄭松泰議員是未曾作出公開的道歉 事實上如果大家看那個調查報告 我們是將所有的證人去作證的時候 他的對話是記錄在案的 有告別的證人曾經表示過 如果鄭松泰議員是有道歉有公開真正的道歉 可能他的考慮是會不同的 但是在我們可以直到完成調查報告 亦都多次給機會鄭松泰議員 直接來我們委員會去作證 去講出他自己進行這個行為 他的看法 甚至是我們邀請他去評論 我們在委員會報告裡面 關於他的行為事實的部分 他是很清楚書面報復我們 他是不予評論 那麼我們委員會 是要履行公眾和立法會 賦予我們的權力和責任 是要進行調查 並且就著有關議員的行為 進行報告 並且就著有關議員的行為 所以我簡單介紹了 我們委員會 最主要的立論和過程 我相信我們希望給多些時間 大家去問我們問題 還有我亦都會給其他的委員 他們會補充他們的意見 我們可能看看幾位會不會想 好 何君堯副主席 基本上今天的報告分四張 但在幾個重要的事實裡面 就確認了就是在第四張裡面 在第一張裡面 做一個整個報告的絕要 剛才的主席也都已經講到了 我們在這個調查委員會裡面 做充分的考慮 亦都時間方面來講 是把握得非常精準 只是花八個合議 十幾個小時 然後也都得到各方面的證人的 給予的幫助和證供的陳述 然後也都有我們秘書處的很好的引領 令到我們的討論和調查 是得以今日的很好的成果 這個報告出來之後 程序如何呢 正如主席已經在大會上作出的報告 有透著的工作是將會的事情 交給大會去討論和接受 根據你有什麼建議 亦都是都會社會 依照《基本法》而行事 我所講的多謝 接著是革許范姨 我說我很喜歡她 在這段時間 我們都經過在公司節目 很小的開會 和很純粹的分析 我們都沒有結論 我相信很多大部市民 對立法會議員 對立法會議員 其實是有一定的性感的 立法會議員 在立法會的審議 是一個很莊名的性感的 所以在立法會這個地方 由立法會議員 能反誓言的肯定 是令大眾市民非常失望的 所以法庭都採用了 對立法會議員 就是他的行為是有問題的 還有他的行為已經代表了 其實他對他的誓言 是符合所要求的 所以很多小朋友問我 一個違反誓言的人士 可不可以繼續監獄 我相信這個也是大眾社會的問題 我們今天就作出這個結論文 我們認為立法會 應該欠責正義的行為 至於最後的結論文 今年也有了 立法會議員 在立法會議員 但我希望這個過程 在這段時間 即是宣誓到現在這段時間 發生的多次的 在立法會 關於違反事業的事件 都可以看到我們 一些人醫療 和我們大眾香港事業社會 一個很強烈的信息 就是香港 屬於我們中華民國國 香港發展行政區 我們是一個行政區 我們是一個中國的地方 在我們的立法會裡面 是不能作出政法 去侮辱國家的同盟 所以我相信 以後這個也會是一個 立法會議員 投票上的指標 希望大眾社會 和立法會議員 所有的議員都會樂見 我希望最後 這個投票 會有一個行政區 這次我們調查委會的各位成員 雖然鄭重太議員 對我們委員會調查 採取一個不配合的態度 但我們委員都緊守 我們的職責 是希望用一個公平公正的方式 去就著那個調查的事實 作出一個核證 這次可以這麼說 我們委員會是一個 一致的結論 我認為其實 這次我們委員會的委員 其實已經是非常公穩地 去行為的職責 並且作出了一個建議 流帶流離 其實就是需要交回 我們立法會的大會 由我們國內的議員 就著今次我們調查委員會的報告 去檢查他們的一個表態 究竟是否支持 當然我希望我們立法會的議員 能夠真正依據這個事實 去作出這個決定 並不能單單依靠他們的國外 或者是政治的立場去做 因為我相信香港社會 和市民的期待 我們每一位立法會議員 都能夠依據我們的事實 作出一個符合 就是我們社會的一個決定 流帶來的工作 我想我們對社會的工作 是完成了 接下來 希望我們各位立法會議員 能夠公平公正地 去理他們的職責 去就著這件事件 作出一個合乎法律 亦都是合乎公道的一個決定 好 陳振英議員 我只是想說幾句 因為可能大家看到 我們調查委員會的成員 都是所謂建制派的成員 但是在這個調查過程 我想強補 我們完全是採取客觀的事實 有一些我們審視的 是一些主觀判斷性的東西 我們完全在報告上都是判采立的 所以我想強調的計劃 即使張國斌議員都看到 我們在這個過程裏面 希望盡量做到公平公正 客觀將這件事 是陳述和判斷 亦都是根據一些事實來做的 所以我希望這個報告交到給大會的時候 大家都是應該採取我們同樣的一個 這樣的原則 去判斷在這個報告 我們給出來的建議 最後當然就要交給大會 去做完最後的決定 我希望到時候的決定 應該是我們立法會 大家所有議員的最終判斷的結果 謝謝 好 接著是陸俊雄 這次從泰到轉國旗的事件 令市民覺得非常失望 令到非常疑慕 大家都知道 這次的議員是有意為之 出出他對於國旗的區域 有沒有成效 而且在過程中 大家知道 蔣麗文議員 有提醒他 叫他 警告他 但是他重複做這些 是沒有了國旗的行為 而且這個法庭裁決了 他違反國旗法 我們調查委員的重點 就是這個行為 是不是涉及一個行為不檢 和違反實驗 行為不檢 其實就是大家 一般市民 做立法會議員的行為操守 是很高的 以市堂是一個很莊嚴的場所 不是好像小朋友 玩泥沙的地方 所有的行為 其實都是在澳里公眾監察之下 都在電視直播的情況之下 而就是帶出一些行為 之後都是毫無悔意 都沒有作出任何的動力的情況之下 它是一個非常之行為不檢 反實驗 大家都知道 其實我們在立法會議員 就是要宣誓 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的行政區 效忠擁護基本法 而國旗和區旗 在1999年的中東法院裡面 有一個清楚的裁決 就是代表了國家的主權 所以它用一種演選 武力的方式 明顯地和它的世代有關 就是用一種常識去理解 一個真心的擁護機會法 和效忠國家的 但是怎麼會對自己國旗 做出一些 是哪一次 是重複地做這些 這樣的貶選行為呢 那我相信 這個 在確實這個事實 去推論到它 雲反誓言和流流不見 其實是一個 我相信就算在公眾來說 這是一個顯然而見的情況 所以基於維護我們議會的尊嚴 和我們國旗區旗的尊嚴 除了我們這個委員會 是一次都覺得是 構成這個要去譴責人態之外 我們希望在投票的過程中 我們全部的立法會議員 其實我們的立法會的尊嚴 和我們特區的尊嚴都非常重要 希望都基於這個事實 或者投票的支持這個譴責人 如何 好 蕭嘉珊議員 第一個主席 他表達的話 其實大部分都表達了 不過我自己強調記 就是 這次我們 這個判議 是一次的 第二 就是說 對於在國家的委員之中的話 其實是不同的 第三項目 就是說 他不時在委員會的題目 大家知道 其實發表的判決的話 跟我們其他人的發言 其實都是一樣 所以 對於這次的判決的話 我相信 希望是否太遠的話 會有好一點的反省 下一個步驟的話 我相信會交給 總統第一的立法會議員的話 可以在投票那裡 向各位市民 表達個情況 好 謝謝 或者我補充一點 第一 就是 我想說 整個過程 以及我們根據49B 會不會1A成立的委員會 我們兩次 金大威議員 和鄭重契議員 其實都有我們的法律顧問 秘書長 副秘書長 其實都是立法會 一隊的法律顧問 都全程在席的 第二 我們在取證的過程 和我們所有的開會 我們都是紀錄在案 我們現時爭取 希望爭取5月9日 爭取5月9日 爭取5月9日 可以排到在大會 進行討論 或者再說一次 根據《基本法》的79條 第7款 這一種是牽涉到行為不檢 或者違反誓言的行為 是要我們在委員會 現在建議了 是要譴責它的 那麼我們委員會的職責 是確立事實 和就著以確立的事實 提出意見 最後就是會經 立法會出席的議員 三分之二去進行討論 和投票 所以 到下一個程序 就會交給立法會 各位議員 他們對我們的報告 對事件 進行討論 和做他們的決定 不知道各位 我問記者 提問前 安理紅餅 和我們的科屬基統 相關的程序 想問一下 譴責以外 是哪個二月的明天去批出 還有 剛才我提到 希望爭取下一個月去批出 但是 會不會都預設到 可能要處理 印尼任務局 或者創職預算案 會不會都有一個 大室遮的情況 令到以外可能短短以外 都沒有辦法標決到呢 第二就是 也想問回上次 證責今大規事件的情況 曾經有一些 批評聲音說 覺得好像用了很多錢 去做一個沒有結論的結果 所以這次也有結論 但是也想了解一下 那個開支 有沒有計劃大規 多少錢 還有 看到委員會 就 那份報告裡面 都有當日的議員 和鄭總派本人 都拒誤 就是委員會對這個情況 有什麼評價呢 還有鄭總派 就是他之前 評價這個委員會工作的時候 也有說到 覺得是很無聊的 就是覺得 好像不在做實事 那樣的 你們有什麼評價呢 首先就是 我們爭取五月九日 但是大家都知道 立法會 可能也都要看一下 過程中 有沒有政府更重要的議案 拿過來 我們都會跟回那個次進去排隊 始終都要排隊的 只可以說 最早我們爭取是五月九日 如果是有其他更重要的東西 我們可以排後一些 這些都是沒有問題的 第二 就是委員會 其實一直都有歡迎 可以說是泛紅的議員 或者反對派的議員 他是可以加入委員會 但是他們是全部 就是自己拒絕 或者是不加入 所以 我們是不可以根據他們這個行為 就是說 我們就不進行調查的 因為這些 也有議事規則 有議員提供了 免責的一個議案 我們就要成立委員會 那麼 我們這個委員會的報告 和建議 是要我們委員會提交給大陸議的 那麼他們要討論我們的報告 是否同意我們的報告 去進行那個投票的 那麼 我們就已經講得很清楚 我們是建議 是要譴責 正常泰國議員在2016年 10月19日 調查國旗和區旗的行為 我們是要建議譴責的 好了 那麼就在那個的過程中 譬如在取證 他們是有部分的議員 他是沒有來的 那這個呢 就是他自己的選擇 我們基本上 43位 我們在電視機 或者在我們的記錄裏面 看到他可能在場的 我們都發了邀請的 他們是絕對有權 是來我們的委員會 是去將他的觀察和看法 告訴我們 事實上呢 都是議員自合決定 我們委員會 因為沒有申請到權力及特權條例 所以我們就不會說強迫哪個人 要來我們的委員會那裏作證 是 是 好 總之 剛才有記者朋友問 可能是構成一些成本的問題 是洗錢的 我覺得呢 其實最大的問題呢 就是鄭松泰去本人 他是有意為之 作出一些 侮辱國家 侮辱特區 也都是不注意立法會的行為 我們作為立法會議員 我們作為建制派 我們認為有責任 必須要糾正這件事 反正這一種歪風 所以當有議員提出 要譴責的時候 當人不合過程序 我們要成立這個調查委會 所以我呢 就第一時間是暴隱加入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 必須要以正視聽 我們的議員是有責任 捍衛我們國家和各區 包括我們議會的專業 至於說無聊的話 一定不夠鄭松泰 本身這個人的行為 本身是極致的無聊 卑亂 是吧 他自己是 到現在這一刻 都沒有反省這個錯誤的行為 我覺得呢 因此我們議會 應該是要作出研究 我補充一點淺了一個問題 在這裏呢 其實我們真的要多謝秘書處 因為呢 我們的記錄裏呢 今次的委員會呢 我們基本上是可用到任何額外的開支 上次金禮威那個調查委員會呢 我們應該是 立法會是請了特別額外的一隊員 那個額外的開支 是有超至156萬的額外開支的 但是我們這次呢 是沒有招致任何的額外開支 在這裏都要順帶 是要多謝秘書處他們 其實是很勤力的 法律顧問也都是很幫忙 那麼我們就 這次我們就 額外開支是沒有的 好 阿菲菲菲議員想補充 是嗎 是 我都可以補充問他 關於這個額外部門的問題 我記得呢 當時我們說提出議員會議員 在樂議員都曾經結業過 當時呢 就我想 法律的議員 他們就用這個 玩玩小學雞的行為 都很無聊地來為這個 鄭松泰抗變 但是呢 我相信呢 接下來的事態 發展已經證明這個 並非單單是玩玩無聊之舉 因為呢 這件事件呢 也都是上了法庭 法庭作出這個裁決的 那是否真的無聊玩的事件 都可以去到法庭做裁決 被人控告 然後入罪呢 我相信大眾市民都不認為 這件是一件無聊、阻碎的事 事實是牽涉到 即是國家的尊嚴 牽涉到一個立法會議員 有何反逝 牽涉到我們立法會 本身的規矩 也都牽涉到有立法會議員 這件事件是很嚴肅的事件 絕不無聊 所以呢 我們也都用很嚴肅 很認真的態度 去在我們這個委員會裡面 去討論、商討 然後出場來責責這個條件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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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所說 要通過辯責議案 都要在籍議員三分之間通過 其實現在民主派都佔超過三分之 但當中 最後 改議會不會做那麼多事 最後都是沒有結果 你們會不會去 和民主派溝通信 他們贊成票 又或者投票的時候不在籍 令到議案通過呢 請問 請問 整個議案的問題 請問 一個政治的宣示 要補查國旗 這樣 EQ的話 是否構成一種政治上的審查 是 我想 第一件事 就是我們不會擔心 還是不擔心 我們絕對相信立法會議員 當你做得立法會議員的時候 是很清楚公眾立法會議員的行為 是有期望 法律和基本法有很清晰的期望 這一次不是一個一般的行為不短的問題 而是天洩到在基本法裡面 對香港的立法會議員的要求 所以我們當然會盡力 我們也是把我們的理據 也是向公眾交代了 向我們立法會議員的同事交代了 至於不同的同事 他會不會互短 特別我們說反對派的議員 他會不會互短 這個是一個議員他自己的選擇 但是我們在過程中是很清楚 公眾對於在立法會一而再而三 這樣去侮辱自己的國旗和區旗 其實是侮辱自己的國家 這些行為很多市民是非常反感的 所以這個也交給反對派的議員 他們自己應該去了解民情是甚麼 市民對立法會的要求 還有出現一連串的宣誓 那些不妝嫌 儀欺 侮辱自己民族國家的這些事件 其實我本人當時已經引起高分 好了 至於在投票 擔不擔心沒有成果 這不是我們委員會去考慮的 委員會其實已經盡職 盡責是完成了我們的任務 我們的任務是告訴大眾 告訴了給立法會大會和各個同事 經過我們取證研究 你看到報告裏面有提及 我們研究很多相關的判決和案例 我們才會作出一致的結論 我亦相信無論在大會的投票結果如何 這次已經成為立法會一個很重要的歷史紀錄 令到新進來的立法會議員 我相信是知道他們會修煉 以及知道怎樣的合作 才是符合一個立法會議員應有的合作 至於到時投票 當然我們是沒有辦法去處理到 有些議員他可能是純粹 因為他是自己政治上 他就作出一些決定 那這些真的是交給立法會議員去處理 另一個問題 張郭君議員 就著剛才主席的問問 我想和自己作為委員補充任務局 因為其實我們叫社會委員會 特別我自己作為其中一個成員 我們要做的責任就是 就著那兩個指稱事項成立 基於事實和證據 作出一個裁斷 我們要看的就是事實和證據 而並不是將來在大會表決裏面的表決結果 這是我們的責任 如果我們因為去預計將來的表決結果 而去影響到我們現在所尋求的事實裁員 我覺得這並不夠理由我們的職責 當然將來在大會投票裏面 每一位的議員 因為種種的原因都好 去作出投票的決定的時候 它自己是需要向我們香港市民交代 我想問一下 如果到時這個議員是動議 即是不忘通過或者否決了 那建制派追究證證證 到過期區區議事的追究 是否會告一段內容 就著我們成立委員會調查 去到最後排了期在立法會進行討論 去投票之後就住這件事本身 我相信這個程序就完成了 至於其他社會上的反應或者各方面 那就是一個社會上的問題 但是我們在程序上 我們基本上在議事規則完成了我們的工作 所以我們在基礎折 waiting 一個人選擇 我們在資產第六個要請 每個部份都會選擇 承載成立委員會 什麼關鍵的方法 都會了解你的 人們說 比較顯示是 何世上的樣子 你請貼其 社會 拜登 首先 首先,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的下方也能提供不同的政策 特别提供,我们做了出来的政策 不同的选择,从和韩子出席。 但他们選了而选择,不能加入一份 undo酷的行为。 因此,我們不能停止這個措施 既然因為民主黨的民主黨決定不加入 我們必須允許我們的責任 我們必須拒絕對公眾 關於這個質疑的問題 因此,在昨天的情況下,在2016年 民主黨的民主黨很關心 關於各種種態度和各種種類似的 種類似的各種種類似的 例如,如果你看到它 從根本的法律 和由於這些事實上 it does reflect from a very reasonable person they do not want to be loyal to their oath as well as they do not want to show any respect to our country and to the Hong Kong as they are So what we have to do Is we are now actually Trying to ascertain the facts 而作出提供的提供的提供 这些提供的提供的提供 因为它发生在眼中的民众 这些提供的提供 是基于很严重的提供 包括最新的计划 在香港的提供 雲 Kayla himself of the same act even based on the criminal standard which is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the Magistrate convicted the act as a crime for our committee our role is the chamber 今晚, Legislative Council meeting is in section which is a deliberate act to show the public that he is not respecting the country. So all these things all together are under our consideration, not just one single act. And in fact, maybe if he did offer an apology, a wholehearted apology, it will give some kind of allowance or consideration to the members, both to the committee or to other legislators and the public, but he didn't. He also did not make use of any opportunities that he could submit his apology. So our committee is found by our terms of reference, and our role is to assert the facts. The facts have been found to be undisputable. And those facts definitely have not met the requirement of Article 75, that is a legislator should adhere to his own oath, be loyal to our country and to Hong Kong as they are. As well as, even in terms of the disciplinary problem of his own behavior as a legislator in chamber, he cannot meet that. Okay? Okay. Thank you.